上个世纪在暗潮涌动的港澳孕育了无数传奇般的人物 那里每天都在上演着新的故事 很少听说过在香港和澳门有混出名堂的女人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位女赌王 当年在澳门有名的大佬身边都有她的身影 没有她 崩崖居拿不下叠马拳 还胆大包天跑到国内开赌场 今天就带着大家看看司徒玉莲一生的起起伏伏 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 司徒玉莲特别的低调 神龙见首不见尾 连百度上都没有她的资料 只能靠翻阅一些资讯了解她 据悉上个世纪40年代 司徒玉莲出生在一个贫民窟里 那是香港众多贫民窟里最破最落后的贫民窟 越是落后的地方就越是黑暗 各种各样的人都汇聚于此 在这样环境里长大的司徒玉莲 从小身上就有一股江湖气息 在那个满是恶习的地方 她叫司徒玉莲 但她并不是莲花 做不到出于你而不染 也正因如此 她才没有被生活所压垮 才之后混得风生水起 家里实在是太穷了 于是18岁的司徒玉莲就出来挣钱了 她到一个赌场打工 面对纸醉金迷的赌场 她并没有被吓退 反而吃得很开 因此交接了很多朋友 学到了很多经营赌场的门路 据说司徒玉莲和14K大佬胡须永 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胡须永很看好司徒玉莲的能力 于是和她结拜成了兄妹 还给了她一家赌场经营 那时候的司徒玉莲也不过20岁 就成了赌场的老板 在司徒玉莲的经营下 赌场日进抖金 这时就有人来追求司徒玉莲了 这个人是一个富商 叫曾国宇 她经常去司徒玉莲的赌场消费 一来二去就看少了司徒玉莲 后来司徒玉莲退出江湖嫁给了她 婚后生下了三个孩子 但是司徒玉莲的婆婆 似乎是看不上她 处处为难她 最终两人离婚了 司徒玉莲带走了三个孩子 去了澳门 司徒玉莲想重操就业 但澳门赌场可是何鸿燊的底盘 没有她点头 自己是开不了赌场的 恰巧这个时候 胡须勇也有了想到澳门发展的念头 于是通过14K的关系 司徒玉莲见到了何鸿燊 说到底何鸿燊是个商人 一切以利益为重 对于前来求合作的人 他势必早早打探好了对方的理系 看着眼前这个野心勃勃的女人 何鸿燊决定和她合作 起初只是给她一些经营不善的场子 但在司徒玉莲的经营下 意外的好转了起来 看到了司徒玉莲的能力 何鸿燊开始重用她 给了她很多赌场的经营权 背靠着何鸿燊这棵大树 司徒玉莲很快就在澳门站稳了脚跟 司徒玉莲一面给何鸿燊干活 一面自己积累人脉 因为司徒玉莲跟胡雪勇的合作 14K也得以进入澳门发展 那时候何鸿燊开创了蝶马拳 那时候邦牙居是14K的小头目 司徒玉莲很看重蝶马拳 同样看好邦牙居 于是在司徒玉莲的帮助下 邦牙居拿下了蝶马拳 司徒玉莲还是会叫上一声大姐 后来司徒玉莲势力越来越大 渐渐的脱离了何鸿燊自立门户 据说当时有很多帮会都想拉拢司徒玉莲 但是他都拒绝了 不过虽然自己和帮派划清了界限 但他的赌场并没有和帮会划清界限 有钱大家赚嘛也不得罪人 司徒玉莲在澳门混得风生水起 还有了女赌王的称号 但这位女赌王的眼光并不仅仅局限于澳门 在多年前司徒就把魔爪伸向了内地 一个娱乐城包含赌场 后来该项目因为涉嫌赌博 被国家机关查封成为了烂尾工程 当时和这个项目相关的人都受到了处罚 而司徒玉莲呢继续游走港澳大陆 天子脚下公然聚众赌博 这是何等的猖狂呢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一下江电舞 这个案件自然就展现在你眼前了 在澳门司徒玉莲还遇到了自己的第二段恋情 就是和杰世伟原名吴欣文 一开始杰世伟只是个卖菜的 后来因为犯了事跑到了菲律宾 赌场发了家 何红神很看好杰世伟 把他弄回了澳门给自己干活 杰世伟和司徒玉莲一开始只是业务上的合作 相处之下产生了爱意 两人结婚之后 杰世伟不甘心妻子处处压自己一头 于是偷偷把妻子赌场的客人弄到自己的赌场 一天司徒玉莲接到一个匿名电话 说他的丈夫在赌场偷情 司徒玉莲去了之后没有发现情妇 反而是看到了很多自己赌场的常客 司徒玉莲也不傻呀 他知道杰世伟在搞什么鬼 后来两个人就离婚了 杰世伟离开了司徒玉莲事业一落千丈 很多人都是看在司徒玉莲的面子才和他合作的 如今树倒狐森散 后来据说杰世伟还得罪了梁安琪 日子过得很不好 司徒玉莲的儿子看到杰世伟的惨状很开心 意外透露了当初那通电话是自己打的 司徒玉莲瞬间明白了 孩子们一直不喜欢杰世伟 没想到会搞出这样的事拆散他们 梁安琪和司徒玉莲是好朋友 本想着撮合一下他们俩却遭到了孩子们的反对 后来司徒玉莲把名下的物业都转给了孩子们 他们才同意 后来三个孩子因为偷偷转移资产被司徒玉莲发现 司徒玉莲把他们告上了法庭 和自己的亲身骨肉因为钱闹上法庭 不知道司徒玉莲是何种心情 时代在发展 澳门回归之后 司徒玉莲再也不敢肆无忌惮了 那些曾经的邦会故事 在政局的巨大变迁中 已然成为了落日余晖 对司徒玉莲来说 那些惊天动地的往事 更是成为尘埃早早飘逝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小伙伴们对此事 有什么样的看法和观点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 本视频观点根据网络现有信息 整理推断而来 仅代表个人看法 喜欢这个视频 别忘了点赞收藏发弹幕哦 我们下期精彩继续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